做厨师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质疑 为啥是能够说呀 因为厨师十字八九都是吃货 而且通风的大部分人都是有质疑起的 今天厨师用鱼盘给大家分享一道菜 但这道菜呢挑点高 通风认识看看就好了 鱼盘清洗干净后就是盖刀 用刀直接在鱼盘上开个小口 用剪刀剪也可以 一是为了方便烹饪 二是为了方便入味 处理好了 做装入小块中备用 这道菜的服务料稍稍有点多 被少许的姜米 大蒜配合就可以了 被少许的芝酥 芝酥在这道菜里可以提升菜类的风味 被少许的香芹切成小段后备用 香芹也是起一个蒸香的作用 香葱切成颗粒 贵一点是玻璃不是葱花 比葱花少许大那么一点点 把炭子里的老炭泡椒抓出来 先用刀切成小圈圈 再多层碎沫 泡姜也切成碎沫 鱼片的腥味是比较重的 用腥味的食材一般都比较 放入泡椒泡姜 起锅 锅中加入适量水 淋上少许的米酒 家里面有姜葱的 可以投到姜葱 曲心三煎桃 切实很有必要 开大火烧至沸腾 把鱼片捞入锅中 冷水下锅就可以了 轻轻推移 一般水开后再继续煮个凉三分钟 就捞出炒好的鱼盘 放在水浓浓下面 用清水快速降温 净充其残留的浮沫 重新起锅 下油 下姜酸饼 倒出香味 把泡椒泡姜倒入锅中 快速翻炒 要炒出泡椒的酸香味 把鱼盘倒入锅中 翻炒均匀 淋上少许的米酒 烧起翻炒 差不多了 淋上少许的清脆 用炒烧轻轻推移 大火烧个六七分钟 淋上имо 到锅中的汤汁粘重的 挑入盐 鸡精 鱼饼 淋上少许的生抽 少许的鱼聂 烧起翻炒 撒上四層备好的香气 芝酥 稍微翻炒 再撒上一把香葱 最后淋上少许的花椒油 翻炒均匀 美味既成 重要的事情要重复 这大菜不适合同工人士享受 但偷醉问题不大 不要吃多了 江文曾经说过 中年是一个卖校的年龄 既要讨得老人的欢心 也要做好日理的榜样 还要时刻留意某些人的年事 其实就是说我们上有老笑一笑 生活里的家庭不服 对柴米油盐的应用 要照顾到家庭成员 偶尔的一次放手 是对自己的一种靠纳 人山艳难之事 一般妥协一般坚守 我是厨子 下期见